Census Paret 他今年新出的Fandom Elite 一樣是 雖然對我來講是選onic重來 因為玩吉他玩的夠久 遇到Elite來兩次這樣 這次有甚麼不同呢 因為他是一種新世代適合的一個Fandom 他就是一個 融合很多這個Fender演進多年的一些缺點上面的一些修正 我常常講說跟學員講說 這個當你第一把Fender其實還不錯 很多缺點都不簡單 例如比方說它這個Penhead 稍微深一點點 變成你這個角度比較大一點點 也蠻好的 就是說你壓拳比較就是Sustain不太一樣 這個角度鎖定也是比較不會R-Tune Neck 的部分我覺得是非常Modern Design 因為我覺得現在Custom Shop都是9.5 那很多的這個 像一些類似Strad的Custom Shop 小店Boutique的Strad 幾乎都是做不一樣的Radio 所以這一把是9.5到14 那Custom Shop是做9.5 9.5是比較虎 14是比較平 再加上這個Fread 6.105是比較 稍微Medium Jumbo 所以它避掉這些Sustain不夠 或者是Buzz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好彈的一把琴 就是非常Modern 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搖桿 以前的搖桿 我覺得以前Fender的彈王都做得非常硬 我也有這兩點式的 因為這個很像以前的Deluxe 這個據我所知就是取代Deluxe 因為Deluxe就沒了 用Elite來代替這個 那這個搖桿的樣子跟Deluxe是很像的 那我覺得差別是它的搖的 這個Tension 我覺得這個彈王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張力有比較Smooth 比較Q一點點 我覺得蠻好的 再來就是一個很大很大 我覺得這Fender 對我來講是很棒 因為我很多Fender 那每次調neck都很痛苦 那這個設計在這裡 那這個也是一個新的改變 以後調隨著台灣這個氣候的這個高高低低啊 然後冬天很冷夏天很熱 這個neck都受不了 所以它這邊調整是很方便 你可以很快速調整你的neck的一個彎曲度或直度 我覺得這個非常方便 這次算是Fender的一個很大的眼鏡 這個Pick Up 這個Pick Up呢 它寫Noiceless 那你知道Fender 單線圈都有一個很大的雜音嗎 那像這個Noiceless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 雜音很小的一種Pick Up Silent 那很適合工作啊 比方說你最近做演唱會 或今天你今天做了比較安靜的音樂 沒有怎麼Rub 這個安靜的音樂就是很方便 像以前我們在做Session的時候 一些比較需要這種比較安靜的音樂 就派上用 這樣是很好的一個設定 那這個Noiceless 那以前的缺點 現在我覺得自己改 自己覺得設置之後 我覺得以前的Noiceless 高音有一個Picking Notes 那個高音不太舒服 現在這個改良之後 其實我覺得一些非常Nature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的一些 像S1的這個設定 你知道的就是非常有名 很多的Combination 對不對 壓下去在第一段可能是 三個Pick Up同時使用 Series 第二段可能是這兩個Series 很多的Combination 很多的這個Option可以使用 那這個 就是它一個很大的 電路上的設計 我覺得也是一個大的進步 不然以前 最早的Strike只有三段而已 只有這個Pick Up 這個Pick Up 後來再變五段 在衍生成這麼多的選擇 那我覺得是它的特色之一 這個是 今年的Fender Elite 這個 Modern Design 我覺得是一個 符合現在新世代年輕人 如果你要選第一把Fender 其實它還不錯 在衍生成這麼多的 在衍生成這麼多的 這個Pick Up 在衍生成這麼多的 這個Pick Up 在衍生成這麼多的 這個Pick Up